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床左高右低 什么叫床左高右低 就是说你躺在床上 你的左边要稍微高一点 右边稍微低一点 这样子你睡眠的品质会稍微好一点 你假如是右高 右边是高的 左边是低的 很容易 因为右边高 他产生高压的一种现象的时候 晚上会时常做噩梦 所以像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会习惯 因为我们眼睛比较习惯 左高右低的这种情况 所以你躺在床上看前方 看一下那个你前方的书柜 左边高一点 右边低一点 这样子ok 你的右边 你的右边就尽量不要高压的东西 例如衣橱这边直接就可以压下来的 这样子很容易会造成你在睡眠的时候 很容易做噩梦 非常容易做噩梦 当然做噩梦就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所以尽量把你的摆设 变成是床左边高一点 右边低一点 这样子对你的睡眠是比较有帮助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